可以來研究一下,確實在每一個出裝都是細節 現在鱷魚的出裝,大家也是知道就是以步履後戴手套 而且他還會出振奮,就是他現在完全是一個超級鱷魚 出裝的選擇在今年的世界賽,就算是同樣的角色,但其實還是有不同的選擇 我覺得主要跟AD位的現在的角色性質有點關係 因為你以前可能遇到什麼大東、金克斯這種持續性很高的 你就是你可能,你沒有出一個鬥士裝,你貼到他你要想辦法秒掉 但現在就是因為愛惜鏡這種就是比較可能中期會有點刮殺的 你出點坦其實他就打不過你,然後你用你這個鬥士一鍵裝的這個可能鬥士裝 然後加上你的機傷器你就夠殺他了 而且你重點又可以撐得很久 這就是現在就β的一個取向手的打法 來當然小龍,這位置當然又是有WBG得勝了 LNG有做好視野,但一步一步的被WBG給排掉 同時中線現在要WBG做推進 在線路上其實取得很好的效果 沒有繞背眼,右邊有點難玩 是,正面開團現在基本是沒有任何畫面的 左邊五個閃現,只要按出來這把比賽 進場LNG的人員就會消失 所以現在要開團也不能開 娜兒這波有手套耶 他這個坦度其實頂在前面 把LNG的前後排如果能夠設法分割開來 WBG就好好的處理前排就好了 感覺那一露頭 LNG的人應該就是大家溝通就撤了撤了 可能要去發育了 沒有選擇要來打嗎 在這視野差距非常的大 小虎站在左邊草城利用粉眼的眼褲 讓LNG現在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艱辛 突然一球轉,威威頓拿掉 小虎沒大,這LNG進攻的好機會 C.D.接盤 C.D.接盤 動彈不得,航消失了 此時B.H.G.B.R.E.赶到光他一跳 K.H.G.R.A.被嚇出閃現 同時掉到了三老師位置 B.H.B.R.E.随時可以推 但他選擇先用 騷擾將對面人給打退 此時追擊的人員上半邊也有危險 球員被留住 小虎非常危險 沒有人就有情況下吃到的子彈 直接倒地了,右邊位置 變小的B.H.G.B.R.E.已經沒有C.D.控制的能力 但大家可以選擇繼續往前的追擊 打出三環霞來殺斯卡爾德 但斯卡爾德還有飛仙可以走 納爾剛沒閃嗎? 為什麼不閃翻嗎? GALA的進化跟閃線 不是都在他臉上交掉了嗎? 後面閃線抓 Titan衝進去 就是要把威威拉出來 殺斯兩個TP下來 超級大鱷魚登場 有手套的情況下 一個人跟四個 但是閃線過去觸發手套 同時將Light給擊殺 拒罪擊叫喬 Breeze帶Breeze交出閃線 同時沒想到上面Titan 只將一個人孤立無憂 四個人在包夾 NG抓到機會 殺掉對面打野 但是沒有自家打野 估計也只能先往 要動巴龍嗎? 也不太對 可以做傳門出來 但吃的速度應該不夠快 這邊還是先拿他 剛剛那個納爾沒有閃嗎? 好奇怪喔 等一下看一下重播 他感覺有閃耶 他剛剛只要願意交閃 GALA不是死定了嗎? 哇這對局 剛剛其實有 看起來有蠻多可以 翻的機會 但他最後是沒有選擇翻嘛 他在最後來說看起來是 認為對面其實有可能有逃脫的手段 GALA剛剛已經在他臉上都交掉了 對他最多在等的時間就是GALA的那個進化結束嘛 他有閃啊? 為什麼還不閃翻他啊? 他選擇了 呃因為正面這邊就是 我覺得最後轉頭打人是好的 因為你龍鋼 重任這邊拉開 變六千斜嘛 你看這個納爾過來 GALA看到 直接交閃 然後這邊打掉進化 哦 哦他們可能不知道他沒進化 因為進化是我們上帝主要看到 但 總是翻翻看啊 為什麼不翻翻看 哇而且因為追擊過身 人走的位置又不一樣 反而導致了打PG的人員分散 對而且 這個納爾剛好好像從家裡走出來的時候按到閃 你看他到現在都還沒有按閃 他等一下的閃是在CD的 來看一下 他這裡有按嗎? 他有他後面被鱷魚追 他這裡這裡閃線 閃線上去了 給他閃翻呢 是不是太怕對面了 這裡最終讓對面倒 LNG竟然抓到了一波進攻的機會 哦還好打野有到啦 不然這個巴龍一掉就有點小崩了 好消息是WBG空到第三條龍 因為剛剛那個戰場區分的有點開 鞋子是選擇把龍ALL IN到底 但正面的團反而是有點輸掉的 哇這三條小龍我打過一句 哦 那就 大家就一樣拼團嘛 是 開到了哦 冰箭打到 在草動作物視野的行 又被貼在臉上 他撐到了最後一跳 同時竟然下馬還沒有倒 CD還在控制沒死的情況下 反而是後面的隊友接續 登場打出了傷害 有時靠著打出了WKILL 後續雖然他只拉了兩個人 但隊友跟不太上傷害 殺掉了H 但自己也被賣在比較深的位置 他只想要利用往後的位移的姿卡 就在他後頭把他留了下來 殺人姿卡再用1技能做出退 想繼續追擊的小虎 面對變大的姿卡 打一下來一下 殺人的打算 尤其是現在最肥的BRAZE 繼續追擊 面對了行的骨頭回避掉 並沒有命中刺激被人給緩速 他只能變大 有沒有繼續追擊呢 拋炎最後一拋 是一個無奈悔恨的石頭 最終沒有將對手給留下 導致這部團戰還是死人比較多人 對 主要是LNG這部的中野的配合滿好的 在隊友馬上被開的時候 他的中野是直接限制對方主要的 這個輸出位艾希 因為你可以看到小虎這邊還有點遠 那在關燈的情況下 其實兩個沒有位 呃這個 位移的輸出角本來就比較難打 第一時間的反應一定是往後拉嘛 那這裡艾希在沒有閃的情況下 就直接被 衝死了 小虎也要繞一大圈 所以其實前面 WBG開行開得很好 但就是沒有辦法跟輸出 然後因為關燈的關係 好像娜爾也沒第一時間TP下來 所以他也是慢慢的這樣子晃過來 那對方都已經拉開了 哇 來看一下 哇 後面那個大哥 會不會做成表情包的 我得說 他這樣子的話 隨時會被做成表情包 其實以畫面開局不錯啦 但就是這個夜曲的破壞力就在這嘛 就是他關燈之後 給到的團隊效益太高了 沒錯 哇 額色壓力 WBG 又被抓了一個機會 WBG剛如果是選擇主動強開的那一方 娜爾的TP可能要直接亮啦 就是不能 可能等對方關燈之後 你才去抓那個時間差 因為那個本身 你有可能反應不來 或者是剛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眼位 所以呼吸哥他猶豫了 哇 現在已經變成了 WBG的 整體節奏以及進攻上來說 一定要打得非常小心 因為對面的衝排能力其實還是在 WBG也是接連幾波 就是可能想要抓人 或者想嘗試往對面比較較深的視野去做的時候 被人給對面抓到一個出其不意的機會 沒事 他們現在30秒 這個電龍龍魂拿到還是很穩的 對 但要想辦法把這個團拼贏 是 哇 但這個團戰 幾波打起來 打到WBG打得還是非常的陡 他們其實有一直主動找這個 方式進攻啦 只是他們開到的都是 就是前排的輔助而已 其實開到的人都不是 都沒有第一時間給到 Gala跟Scout的壓力 所以對方只要夜取一關燈 右邊的雙C都還是能夠操作了 來到了7秒鐘 第4條的小龍LNG 他們好像要給 他們要直接逼巴龍 給了給了 逼巴龍 那他們這個吃的巴龍速度 有艾希應該還可以 但要看LNG有沒有意思 因為夜取這裡是可以從很遠的地方 就飛過來搶的 9000 9000 8000 速度很快 有這時間 LNG確實是沒有想到一發冰箭 雖然沒重 但足以將他給巴龍拿下 吃下巴龍的塔城 準備跟隊友走 正面位置留了一個 瑞空想要逃命 Krispus利用隊友的兩段位移 搭上塔城的過牆 最後是5人可以拿著巴龍一起走 LNG雖然過來看了 但巴龍早就已經入了對面的口 現在想回頭吃小龍 這邊 WG可以選擇拿上二塔 就拿錢 感覺LNG好像是不是有點大意啦 就是他們並沒有做很多的眼味 然後對方知道你要吃 斷這個龍魂的情況下 就直接去Rush 就Rush掉了 是利用電龍做了一個很大的交換 LNG不吃也得吃 他們只有吃這個選擇 但吃的同時對面打LBG 換了珊瑚的二塔 這邊是補到中上兩個人的發育 其實很賺 這多交換 打LBG 利用了也是所謂的心理博弈 三條小龍 而且是電龍的情況下 LNG的選擇其實就比翔中有限了 視野複製做了一邊 導致巴龍是給到了對面 但有點簡單耶 因為LNG他是 雖然對方組合吃得快 但他們感覺第一時間就 沒有特別去防 就是你的視野都插得不夠深 或者是說你發龍並沒有放一根眼 所以對方在一動手的瞬間 其實LNG他是不知道的 他是甚至也許打 可能花一點時間打那個龍 然後才慢慢走上去 不然其實以他的距離 他們第一時間有抓到的話 他都有衝進去搶的機會 但剛剛基本上LNG的人都太遠了 所以儘管留到人 但也沒殺掉對方 唯一留下那個人 是 哇 那劇本看起來現在又改型了 打WBG的陣容 就算在後續的推進上拿的資源有限 但防守陣型現在基本是完全成型 而且還有下一條小龍的機會 我覺得他們可以壓抬 就是他們現在正面四個人 打4E就行了 因為其實這個納爾三劍套 對面也不太好抓邊了 是 哇 這對局 下一條小龍依舊LNG還是有壓力 他吃了這一條 五分鐘後下一條又來了 這把比賽在接下來這個時間 LNG 他們這個陣型也只剩一個選擇了 欸 就早就會開啊 只能抓艾希然後秒他 或是抓小虎看誰失誤 沒失誤這把比賽LNG 確實在接下來來說 傷害的問題 以及在打後排的這個能力上 已經是完全不及對手 以目前來看好像也沒什麼繞背眼味 就這個鱷魚從正面 蠻沒殺傷力的 沒錯 很想開團 LNG人就在旁邊的小窄口 小門口看著 看著找機會 走出來的LNG 還想嘗試繼續繞背 竟然不能用TP繞背 就是用自己的走 用徒步的方式繞背 繞著繞著 被趕進了三樣子池子裡 那鱷魚這裡沒換掃眼 所以他如果要利用船門去抓繞背 有點難 因為其實 LNG的藍BUFF區都被放滿眼了 你正面掃兩個人塔不要 這個塔 這個瑞兒是在大繞背嗎 這個瑞兒還在繞啊 徒步 長征三千里 他一路繞 來囉 刺兔嘛 終於到現在 繞到了 被發現了 趕緊要走 這是狙擊開啟 LNG必須得開場夜曲 一個人衝進三人裡面 想帶著球嗎 但這顆球不夠遠 夜曲被留下 LIGHT開始輸 將人都給拿下 後面終於進場 但前面已經先被瓦解 防守到位 WBG一個個 將LNG的人全部殺掉 最後在遠方的狙擊 GALA 狙擊進假期 但很可惜隊友 四個人都已倒地 比賽要結束了 就想繞背啦 但繞得有點遠 那兵營都已經掉的情況下 這個WBG就還是 我覺得是蠻有機率性的 我推完我就直接拉開 然後去除 拉開也好 你正面要打進 他位置也拉得夠遠 最後 殺人獨心做得進的全焦 就是要讓GALA 也倒在之家的基地 靠著一台的炮車 向前挺進的WBG 在藍色方第一場的比賽 拿下的LNG 也送給LNG世界賽的第一場敗戰 讓我們恭喜WBG 我覺得這一把 首先是換 換線上面的處理吧 就是換線上面的處理 在交換過後呢 WBG是比較賺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他們比較有 可能有意外的就是那一波團 就是有一波上半部河道的 那個虛空蟲的團 就是他們已經倒了一個娜 他們還要打 就是那一波其實有點小崩 但後續你可以看到就是 葉曲跟阿里這個組合 他們在中期真的也沒有做到什麼 太多滾雪球的動作 那節奏就一直被 WBG夾著 那夾在那邊 尤其是這一把的 這把的呼吸又跳出來了耶 還好 開始呼吸 這個邊線就是 壓著這個鱷魚打 其實你看到最後鱷魚 他甚至沒有換掃眼 那他不可能從正面 他一定要跟Rail繞 那他被看到的情況下 他就選擇站在一個比較 側邊的位置而已 那個最後Rail繞 你看那個鱷魚衝進去 一下就蒸發了 所以主要還是在換完線之後 不管是上路的單人線 或者是下半部的雙人線 都是WBG這裡得利的 是 今天第一場比賽 先利用換線 打出了上路的效果 再同時用著呼吸的能力 壓制住了自己卡 然後後面包含了利用三條小龍 去針對這個巴龍 做到心理博弈 跟對面做到交換 而最後這張巴龍 穩穩的硬件 同時在推進的過程中 後面的視野也沒有給到 Rail繞任何的機會 打WBG這一把的比賽 其實這個在瑞士輪打的 我去比翔中的都還要好很多 他們失誤變很少 就沒什麼失誤 然後他們其實在選這種陣容 他們也是有利用 可能艾希蝎子 瑞兒在多找 艾希蝎子 然後多找機會的 我覺得 就是變得蠻強的 對 就是完全 從瑞士輪後 不一樣的姿態 來到了八強 陣容變得有點 就是我不要搶快 我不要玩什麼路西恩 這種對線什麼要求 超高的啊 我就玩一個就是 很像Fly的那種鐵桶陣 我就是農到後面 我的陣容就是比你強 我中間不要發生什麼太大意外 我不要輸太多 那我自然而然 我的陣型就比較容易贏遊戲 這把就有那種味道飄出來 哇 RNG不僅是在自己的 這個主場 紅色方倒地了 從而在接下來 他們還有辦法再選擇紅色方嗎 我們不得而知 必須先稍多休息 等回來之後 就是雙方的第二場較量